繼續請湯委員慧珍質詢 好 主席 以及我們蘇院長 以及所有各部會的首長 還有在場的各位先進 大家好 我先請院長好嗎 好 蘇院長請 宇宙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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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是 蘇院長 吳銀овых 請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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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初我们疫情一爆发 行政院就由院长您一声令下 我们台湾就开始超前部署 那您先请坐没有关系 因为疫情一爆发 我相信大家很紧张 但是我们很快就成立了疫情指挥中心 由我们的陈部长指挥落地 然后大家都不慌不乱 那另外我们也很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就成立我们口罩国家队 让大家看到我们上下 不管是国家还是由我们的企业一起来合作 那另外我们也有实名字的口罩的发放 大家持续很好 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形 让全球看到我们台湾很不一样 那中央地方都一致的在 让我们的这个作业是非常有次序的 那当然院长您常常就说 有政府会做事 人民很幸福 那世界许多国家也很肯定我们台湾 也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光荣感 也慢慢一直涌上 其实我们看到国际情势 两岸的关系一直在演变 那总统他也是三军统帅 他很重视国防 加强军备 让我们的国军跟海巡 都可以固守台湾的安全 固若金汤 我想这一点 这个大家全国的同胞都有同感 这个tempo大家都觉得很好 津津乐道 那今年过年 过年后有一位 这个就是一个国家 他们的处境 国家的处境跟我们台湾 很类似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大使 他来到我们国会办公室 他来跟我们这个拜访聊天 他一直问我说 很奇怪 你们台湾 现在很特殊情况就是 这个中共 这个军机绕台 还有一些这个鲑鱼船呢 一直靠近你们的海域 为什么你们的人民 都可以 这个 很淡定 安居乐业 能够 这个 安然笃定的生活 他问我为什么 我突然 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最近国内 好几年没有台风 我们的 国人还是有水喝 并没有水荒 工商业也还在大力发展 那 布陶的事件 虽然让大家 很紧张 但是我们中央跟地方 都能够 这个上下一致 很镇定的去解决问题 最近发生了 凤梨的事件 但是浓浓的果香 你看到的都是人情味 很不错吧 尤其这个311是昨天 日本那边也一直 这么多年了 他还一直一直回传 这个温暖 给我们 所以台湾 我们感受到的是 是谁给我们 嫁一个护国神山 当然我想到一个梦境 大家这个梦境 一直都没有说 但是我办公室同仁都知道 因为在上任后 就是院长您在第一次的 施政报告 之前 我有一个梦境 醒来的时候是 是早上一点钟 那个梦境只看到一座山 告诉我几个字 就是危机是转机 还有一个超前部署 最后一个叫雨露军站 结果在您施政报告的那一天 这几个字眼都跳出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兴奋 也很紧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境 我有写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 那座山到底叫什么山 我那时候不知道 一直到最后 我们说 我们的护国神山 是指台积电 等其他我们这个企业 科技的产业 这个半导体 这样的一些企业的实力 这是我们讲的 护国神山 其实我们台湾是 多元族群 陆陆续续不同时间 来到台湾 其实每一个族群 来到台湾都希望我们 都能够拥有 安定的快乐的生活 希望我们创造一个像 诺亚方舟 福尔摩沙 这样一个信念 这也是一个护国神山 这是一个信念 那其实 我就要讲一个 真正的护国神山 是由院长 您带领的 所有行政团队的 每一位 你们的捐绑是神山 你们在承担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 台湾能够安定的生活 护国神山 应该是指 我刚才讲的 这些护国群山 能够共同守护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 就是因为充分 有自由 有民主 而且大多数的国民 都很守法 所以我们才能够 安定的生活 那当然也有 不同的声音 就是因为它是自由民主 是守法的一个国家 才有办法容许 不同的声音 那像我们去年 一直为了美朱的事情 大家有点焦头烂 但是我们就要 绞尽脑子 勤测群力 在为这些事情 找到最正确的做法 那今年呢 当然我们桃园的 三阶的藻礁的问题 也让大家在想办法 怎么样去说明 其实都是在为 我们整个国家 为未来的幸福而努力 要让人民好生活 我想这个都是 这个护国群山 真的是要守护台湾了 那去年我大概 刚刚讲到客家的部分 我一直也在关心客家议题 刚才我们桥会委员说到 昨天有看到这个鱼马 今天晚上还有鱼马 今天晚上还有鱼马 希望所有的这个首长 也都去看 我今天会去看 我想除了客家 没有关系 我今天就是在谈到一些事情 那除了客家 还有原民 其实我也都非常关注 我在担任国大代表的时候 也在处理原住民的事情 那去年我也帮了 有一些因为疫情而卡关的 新住民婚姻 一个一个让他们能够解决问题 还有最主要还有国军 因为国军守护我们台湾 所以在国军的议题上 我在关心的是心腹 心理辅导 心腹的部分 也让他们了解 我们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这些理念跟想法 好那我想 其实我今天最主要是 好讲完了 就是护国群山 是太多因素 让我们台湾 能够守住这样的 自由民主法治的一个 一个台湾 好那我想这样子完毕了 先请我们的部长回座 您辛苦了 您辛苦了 好 你先请回座 好 非常感谢 是吗 好 OK 好 我现在还是要请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邱国政邱部长 好 请请回座 邱国政邱部长 好 邱部长您刚上任没有多久 那今天也特别针对国防的事务 来跟您请教 那因为日前我们才刚刚 呃 在问我们海洋委员会 我们的李主委 说 你对台海的情势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说 一切在掌握之中 那 我相信我们国防 国防部也一样 不管是锐实力 软实力 应该也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您说是吗 呃 跟委员发表的的确啊 那个 我们国防部 跟这个海巡署 平常也有密切的这个通链 所以 海巡署刚刚讲说 不管在这个海上的状况 那国防部 不光是针对海上 针对空中 甚至于对岸 我们只要能够了解到的这个敌情 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 主要工作之一 这因为这件事情 事关国家的安全 是 好 我有几个 呃 国防的议题想跟部长请教 第一个是 因为现在 台湾市确实是少子化了 少子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呃 国防也是国家的一个议题 那 因为少子化对我们国防 有更直接的影响是 你招募的兵援够不够 当然目前国防部答复是说 呃 目前还上属充足 那但是我们在看就是 呃 应该八十九年次的 八十九年那一年 大概还有三十万 三十万的出生率 三十万人口的出生率 那像最近的是 十九到二十二岁的 这个 这个木兵的 这个人力 呃 可以慢慢看到 他是二十几万 一直 一直会掉到 破二十万 这五年内就要破 这个掉二十万以下 所以呃 想请教我们部长 对于这样的 这个人力的问题 招募人力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想法 呃 呃 跟委员 跟委员报告 少子话的的的确确啊 不光是对我们 豫南的这个数量 会减低 事实上对全国 不管经济 劳动力将来的 影响力都蛮大 那国军面临到的 就是一个招募的问题 还有就是以往这个义无异啊 他的征兵 现在不管疫情多长 两年的一年多的 后来现在改成四个月 这个人员大概是每一年 可以征召到部队来的 一难啊 大概我们平均算一下 大概有十万左右 这的确我也可以看出的数据 逐年再减少 早期我们招募 大概一年 大概有十一万左右 现在慢慢已经到十万左右 甚至于我们也预估 来年大概再 变成九万多八万多 是刚才 刚刚委员讲到这样 二十万代出 就是几年来的一个 这个成果 那我们目前招募的 还好的原因 想说 因为我们在这招募当中 我们选项多元的 部长没关系 您再帮我详细的答复就好了 还有两个问题 我再继续问好吗 是好嘞 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 国防近期有做了一些 内部组织的改造 包含国防这个产业条例 那因为我们政战局 因应这项条例 那有组建了机动第六组 机动第六组是负责 建立国防科技厂商的安全管控的机制 听说有人力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 难以附和这个数百家 这个国防厂商的安全查核工作 那么国防部这边可能也要 看看怎么样去补充安全查核人力 那我这个第二个问题 也想用 请部长这边用书面答复 我第三个问题 也是问到说 我们后备部队 装备有点短缺 最近后备旅进行大变革 但根据媒体报导是说 有不少缺装备的情形 那有的装备妥善率不太够 那无法满足作战的需求 国军是不是有去做调查 查核这个装备的妥善率 那么这一部分 也是希望做好后备旅全面的改革 那部长您回答 是 根据媒体报导 这个三军对我们国防部来讲 都是共同要照顾的 打破它后备 那后备的装备大致来源 都从主战部队逐连泰主 但这个泰主绝对不是不能用的 我说要加以维护整修以后